简单交谈之后,聂怀桑便随着蓝望鸡,魏无羡一种人入了大范山境内,在路过一条山道的时候,蓝望鸡的避沉出窍,一道冰蓝的微光闪过,一只萧鸟从树端飞出,快走没有多余的话语,蓝望鸡带着三人迅速地离开了山道。 在道路尽头,还是遇到了那个老婆婆,魏无羡自视之道,那人躲在暗处正在观察他们,也是上去问路,找个落脚的地方休息,然后跟着老婆婆去了天女祠。 莲花屋,已经回到莲花屋的江城,不放心魏无羡,便偷偷收拾了心理,趁着夜色偷偷溜出来莲花屋。 可她刚推开门,就被守在暗处的江燕离给叫住了,江城脸色不自然地转过身问道,阿姐,这么晚来你怎么在这里啊,这么晚不回去睡觉。 江燕离好笑地看着脸色不自然的江城,拿着自己早已备好的东西走过去。 其实在离开云深不知处的时候,听孟瑶说魏无羡要去夜列,让他们先回莲花屋的时候,江燕离就看出江城一副想去却不好意思开口的样子,便知道他定会偷偷去找魏无羡的。 而江城一回到莲花屋,就直接被江丰眠罚去祠堂跪着了,江城自然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也不争辩便去了祠堂跪着了,晚膳也没有用。 所以,江燕离做了不少好吃的,躲在暗处等着江城来。 江燕离将吃地交给江城,郑重其事多地说道,阿城,见到阿县和阿瑶定要好好道歉。 阿县和阿瑶,没有这个责任来让着你。 你的脾气也好好改改,将来你是江氏的家主,要去跟大事家打交道,要是你,还是这幅脾气是不行的。 江城自然知道自己的这个脾气,家人倒是会容忍他,但魏无羡只在莲花屋带离一个月,就被暴山散人带走了。 而孟瑶根不是他莲花屋的人,是因为魏无羡才留在莲花屋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尊与,他当众说魏无羡和孟瑶的父母,却是他说对不起是应该的。 阿姐,我知道了。 江城一路打听之下,才知道魏无羡一众往潭州方向走了,便直径去了潭州。 这日简城正赶到潭州,见天色已晚,准备在潭州落脚,他找了一家客栈,准备吃点东西,然后发现旁边的正是温情。 温姑娘怎么是你? 有其他温室弟子在,温情并未回话。 小二,给我来两个馒头。 江城开口道,小二,我们也要两个馒头。 温情开口,故意挤兑江城,小二,再给我来一壶梨花白。 小二,我们也要一壶梨花白。 小二,快点上。 江城在桌面上放下一块小碎银,小二,给我们掀上。 温情也放了一块碎银,小二,给他们吧。 江城气道,小二,我们不要了,扔了吧。 温情无所谓地说道,温姑娘,你消遣我是吧? 江城恼了,站起来问道,习山温室就是消遣你,又如何? 温情也站起来说道,江城不愿意和温情发生争执,转身就走。 温情立马出手,扣住江城的肩膀,江城回身,拨开温情的手,同时扣住了温情的手腕。 温情借机逼近江城身前,在江城耳边说,大泛山,魏无羡,蓝忘机,有难。 多谢。 江城借力推开温情出了客栈,温室弟子原本想追,但是被温情拦下。 天女慈,魏兄,今晚真的要在这儿过夜啊。 这音深深的聂怀桑咽了一下唾夜说道,魏无羡自然不能活自己是故意的吧。 便安抚着胆小的聂欢桑,哎呀,聂兄,有我在,你怕什么呀? 道是薛阳露出小虎牙,故意吓着聂怀桑说道,别说,这天女要是活了,会怎样呢? 魏无羡怂怂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鬼知道。 夜渐渐深了,几人找了个位置,开始闭目休息了。 天女慈中,那团燃烧的火焰,呈得周围的景致,都很阴冷。 突然聂怀桑一声大叫,把所有人都吵醒了。 薛阳见聂怀桑满头大汗的样子,就知道他定是做噩梦了。 这是怎么了呀?看你满头大汗的,做噩梦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梦中的景致太过可怕,导致聂怀桑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 嗯,我梦到这天女活了,然后把我们都吃了。 魏无羡把目光投向蓝望鸡,摸摸鼻子。 聂兄啊,待会儿你要冷静啊。 突然,耳边传来了石头掉落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活了,活了。 聂怀桑眼睛都瞪大了,薛阳也是瞪大了眼睛。 我去,真活了,有意思,不过,我说这东西这么厉害的吗? 魏无羡把胆小聂欢桑拉倒一边,让他躲好,随后集合蓝望鸡同时出手。 没到一刻中,便封印了这尊天女像。 天女虽然是封印了,但是窗外传来了不寻常的声音, 几人,奔到门口一看,是村民,或者形容没有自我意识的村民更好。 魏兄,这,这,这都是什么鬼? 聂怀桑吓得都开始哆嗦了,小星辰自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几个没有回答, 只是薛阳懒洋洋地回答道,这不是什么鬼,是傀儡。 而蓝望鸡临近地说了个等字,这让聂怀桑一愣, 小星辰、宋蓝、梦瑶和薛阳有些不知所谓,等什么呀? 魏无羡自然知道他说的等是什么意思,不过也不想解释。 失去意识的村民开始拿手中的东西砸门, 魏无羡直接用金丝罩将门盖罩住了聂怀桑在里面急的就和那火上的蚂蚁一样, 到处乱窜,魏兄,忘鸡兄,这可怎么办啊? 他们要进来了。 魏无羡安抚着四处乱走的聂怀桑,聂兄,你放心, 这个金丝罩可是师祖送给我的,就算在厉害的邪物都进不来, 那些傀儡就跟进不来了。 聂怀桑自然知道魏无羡的师祖是暴山散人, 送给魏无羡的法器自然然不会太差。 看着焦躁不安的聂怀桑,梦瑶也在一旁安抚道,聂公子放心, 这金丝罩材料特殊,傀儡是弄不开的。 梦瑶的话音刚落,外面传来一阵敌音, 原本还凶神恶煞的村民,在这音律中,渐渐安静,平息, 然后转身离开,跟随音律走了。 聂怀桑看着村民都离开了,连忙出声问道, 魏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 魏无羡点点头,这时候天女祠里又传来一阵声音,站住。 聂怀桑听到五天女又发出声音,哆哆嗦嗦地说道, 他他他,他怎么又来了? 其他几人不知道是谁,但魏无羡怎么不知道是谁呢? 江城,别装神弄鬼了,出来吧。 躲在五天女身后的江城的走了出来, 你怎么知道我哪里啊? 看到江城聂欢桑忍不住抱怨起来, 我说江兄,你要下魏兄,干嘛还要带上我们啊? 魏无羡没有回答江城的话只是一笑, 你怎么来大泛山? 问道这个,让江城顿时有些支支吾吾起来, 一时只见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薛扬一向最不喜欢说话支支吾吾的人, 你要说就说,支支吾吾干嘛? 江城听到薛扬这番话,心下一横, 想着不就道个歉嘛,又不是少一块肉,魏无羡, 梦瑶对不起,说完仗红着脸看先别处, 而在场的人听到江城道歉都不由得一愣。 但论最反应不过来的还是魏无羡, 毕竟魏无羡经历上一时, 对江城的性格可以说得十分了解了。 原本西想要关心人,但话拗嘴边了, 却是骂人的话。 对于这一点魏无羡还是很了解的, 但魏无羡不知为何, 尽管江城道了歉, 但自己却无法再说出一声对没关系。 不只是魏无羡, 就连梦瑶也是, 母亲是她的逆临, 旁人辱她无所谓, 但觉得不可以辱她母亲和魏无羡。 蓝忘机自然感觉到了魏无羡的情绪, 但她一向不会安慰人, 只会走到魏无羡的身边拉过她的手轻轻地揉着魏无羡的手。 蓝忘机感觉到了, 小星辰和宋蓝自然也感觉到了。 但为了避免尴尬, 小星辰站出来说道, 江公子出来道歉, 阿县和阿瑶自然是要接受的, 但现在不是在意这个的时候。 小星辰的三两句话便转移了江城的注意力, 见魏无羡脸色不想在云深不知处疏离, 便认为魏无羡接受了的道歉。 江城走到魏无羡的身边, 似乎想到了什么说道, 糟了, 这敌音停止多久了。 聂怀桑仔细想了一下说道, 有一会儿了, 怎么了? 江城有些紧张说道, 糟了, 温姑娘说着便跑了出去, 魏无羡几人也个跑了出去。 四人离开了天女祠, 在江城的带领下, 找到了在山顶的温晴。 温晴四周全部都是刚才围攻天女祠的村民。 江城有些紧张地问道, 温姑娘, 你还好吧? 威晴但是淡淡地说了句无事。 魏无羡和蓝忘机是拥有记忆的, 他们两个也不想跟温晴说什么暗话。 魏无羡毫不客气地问道, 温姑娘, 我们明人不说暗话, 若你想救他们, 就说实话, 有些事情, 不是你说不知道就能瞒过去的。 江城看到魏无羡对温晴这般, 便立马站出来说道, 魏无羡, 你什么意思? 魏无羡没有理会江城, 他走到温晴身边, 小声地对他说道, 温姑娘, 出路是自己正德, 你不过是温室的一只旁枝而已, 你想, 若是有一日, 温室负面, 你和你的族人的下场是怎么样的, 就不需要我来提醒吧。 温晴听到魏无羡的这番话,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魏无羡, 但魏无羡却是含笑地看着他。 其实魏无羡对温晴温宁是有愧的, 所以这一世无论是莲花物还是他们, 他都想保住。 温晴仔细思量了一番说道, 是温潮, 温潮用温若寒封印在萧鸟身上阴铁的力量, 控制了他们, 若想救他们杀了萧鸟就好了。